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课程 紫外线与防晒这门课程的授课老师 很欢迎大家来上我们这堂课 我是徐令仪 我现在目前是在中华科技大学 生物科技系以及健康生技研究所任教 我的专长是药学 我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 药学系获得的 我也有药剂师的资格 我在1990年的时候 从美国的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拿到我的药学院的博士学位 之后到国防医学院任教 到2006年我到了中华科技大学来 到了这学校以后 我和我们健康科技研究所的同仁 一起组织了一个研究的团队 跟国科会申请了一个私立学校的特色的研究型的专案的计划 这个计划为期三年 我们总共获得了一千三百多万元的经费 那我个人是研究计划的总主持人 那我自己也主持了一个子计划 它的名称就是 防晒药装品新营活性成分的设计合成与筛选 那在这几年研究的这几年当中呢 我收集了不少紫外线的伤害与防晒剂研发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这些资料很珍贵 所以我把它汇集起来 把它做成了这一门紫外线与防晒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呢 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原因是在1996年的时候 世界气象卫生组织曾经报导了 在南极的臭氧尘破了一个大洞 这个大洞的面积呢 相当于欧洲的两倍大 在1997年的时候 在北极也有监测到臭氧的浓度呢 降低了比前一年降低了四分之一 臭氧尘对于我们地球是非常重要的 它保护了我们的地球 免于受到紫外线 尤其是紫外线锡的侵袭 紫外线锡是在紫外线里面能量最高的一种紫外线 如果说地球的臭氧层破坏持续的增加的话 可能会让我们的地球重的话 会造成一个生物链的一个危害 轻的话会对于我们人体 尤其是皮肤眼睛 会造成一些的损伤 因此我觉得这门课程 它的最终的主要的宗旨呢 就是能够维护各位同学的健康 学习到一些防晒的知识 让我们的不管是眼睛的伤害皮肤的伤害 或是老化的伤害都能够减到最轻 这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课程目标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会 紫外线的伤害 以及我们如何防护的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希望同学能够在平常的日常生活 就能够应用到他们 第二点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同学能够了解 防晒产品里面的防晒的成分 它的功能 以及各种防晒化妆品里面 剂型的优劣的区别 这样子让我们的同学能够做一个 优良的一个消费者 第三点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会正确的防晒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使用防晒的各种不同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保有最大的防护的效果 我们的学习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呢 我认为我们生物科技系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 或者是我们研究所的一般的硕士班的学生 或者在职专班的学生 另外对于一些有兴趣的 我们也都欢迎来上我们的课 至于需要有哪些的先辈的能力呢 我认为同学只要修习过我们的一般的基础的化学 还有生物学或者是生理学 我觉得有这些的基本的学科的能力 其实都很适合来上我们这门课 那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学习才学习得好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上课的时候可以做笔记把重点摘录下来 在之后呢可以我们做一些小的测验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延伸的阅读 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学习 如果有这样积极的态度 我就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学习到我们紫外线的伤害 与怎么样去防复 或是做一些做好防晒的这些的技能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门紫外线与防晒这门课程 是非常实用的 不但对各位同学自身的健康有保护 其他还有一些附加的价值 譬如说怎么样做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不要随意的被商品的宣传所蒙蔽了 另外也可以对自己的防晒的措施做足了保护 让自己能够避免到紫外线的伤害 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课程 那我们可以赶快进行我们的学习吧